大家好,我是雲端鎖的徐映 我今天要介绍的是我们产品CAKE CAKE运用了虚拟化技术 整合了各式的硬体主机成为了我们的雲端伺服器 接下来我要介绍CAKE所提供的网页界面的虚拟化主机集中管理平台 CAKE可以执行多个作业系统 使用各自互相独立的资源 可以从界面上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个的虚拟机器 我们也可以新增每台多核心的虚拟主机 CAKE并提供了群组管理我们的虚拟机器 我们可以监控实体的伺服器和虚拟机 以便降低我们的硬体支出 提供能源效率 使企业拥有自由的IS基础架构 此图是CAKE所提供的虚拟网路频宽管理技术 使用者透过此技术可确保虚拟网路的安全性 让不同网站的VM使用者可以被限制而不会互相沟通 有效达到SDN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的效果 虚拟网路管理技术主要的优点可分为三项 一、Virtual VLAN 二、Support Multi-Tennessee 三、SDN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透过Virtual VLAN CAKE可提高高网路的隔离和安全性 实现多住户的环境 透过SDN技术 CAKE可利用软体的Switch OpenVSwitch来提供比实体Switch更大的弹性 此图是我们CAKE所提供的UI设定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CAKE所提供的UI VLAN设定 首先我们要确定我们的UI设定 由这台伺服器中含了三张网路卡 网路卡里面有三个Bridge 其中一个Bridge中已经设定了两个VLAN 一个为V05、一个为设定为V10 接下来我们将两个VN设置 在同样的VLAN上 我们可以重看中 两个VN相同是设在同样是V10的VLAN上 我们由Command得到结果 将两个VN设置在同样的VLAN上时 它们的区域网路是相同的 所以网路有互通 接下来我们测试将VN设置在不同的VLAN上 我们先将一台VN虚拟机设置在V05的VLAN 再将另外一台虚拟机设置在V10的VLAN 我们可以由Command得到结果说 不同的VM设置在不同的VLAN上时 它们的网路是不互相通的 Cake提供了简易的UI界面 让管理者可以设定不同的虚拟机器的网路的频宽及流量 可以设定不同的区域网路 有不同的让不同的虚拟机器使用 可以确保虚拟机在不同网段的独立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